常言道,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 就是告诉我们要想过上好的日子,就靠自己努力付出,每天的坚持不懈,才能最终拥有丰厚的物质生活。 而哪些生肖的人最能吃苦呢? 属牛的人做事有狠降的目的性有耐心。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甚至会忍辱负重。 他们也会让自己爱的人过上好日子,自己可以吃所有的苦,就是不能伤到自己爱的人。 虽说会大气晚成,但是一旦成气,就一直保持顺利。 是大富大贵的命,生肖龙天生就不平凡,他们是不会向命运低头的。 生肖龙的人有实力和意志力,不轻易屈服于命运,他们有狠降的责任心,会坚持用新的工作。 这股精神无论是到哪里,都会受到身边人的钦佩。 他们也善于讲求方法和具有策略的人,他们不畏惧困难,是具有谋略的人。 天生带有这种自强的精神,注定是成大事的人。 马年的人意志坚定,他们就算眼下是穷困潦倒,也绝不会陷入绝望。 他们的家人的理想,以及就算再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,也会让自己感到知足和幸福。 这些都是支撑他们前进的动力,他们就是这样一个顽强的人,无论前方艰难险阻,也会从龙面对。 所以很多的成功人士都是属羊的。 子属之人是挺能吃苦的,在生活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,自己都能一个人扛住,不会轻易去寻求帮助。 这也体现了鼠鼠人的自尊心强,不爱求其余人。 鼠鼠的人在爱情和事业上面,都是很独立的,自己都能一一做好,从来不会去抱怨,或怨天尤人。 卯兔之人工作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,他们是宁愿早到一分钟,也不迟到一秒钟,非常敬业。 因此,常常得到上司的赏识,做什么,最终都能获得丰厚的回报。 鼠兔的人吃苦的劲头很大,睡得晚起得早,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,从不喜欢拖拉。 有鸡之人也是很能吃苦的,而且在生活中也很节约,不会铺张浪费,因为收获的果实都是自己辛苦劳做出来的,得好好珍惜它的来之不易。 鼠鸡人很会享受生活,但为了让自己过得好,会超努力地来工作和学习,确保以后莫有后苦之忧。 鼠狗人看起来很温柔,很善良,但正如要想人钱显贵,必须人后受罪。 他们吃的苦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。 他们工作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,他们是宁愿早到一分钟,也不迟到一秒钟,非常敬业。 因此,常常得到上司的赏识,做什么最终都能获得丰厚的回报。 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,就是自尊心超强,为人比较传统,洞察力超强,理财意识强,多能先人一步发现伤机。 鼠狗人正有助这样的觉悟和坚持不懈的精神,最终能过上优渥的生活,腰缠万贯。 鼠虎人坚强勇敢,勤肯耐劳,有助远大的理想和目标,做事有狠将的目的性有耐心。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甚至会忍辱负重。 他们也会让自己爱的人过上好日子,自己可以吃所有的苦。 在生活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,自己都能一个人扛住,不会轻易去寻求帮助。 他们属于大器晚成制,虽然早年期间很辛苦,吃了一些苦头,不过他们没有放弃发财的希望,反而是更加努力,三十岁之后,一定能走上发财路。 因此不停拼搏向上,达到自己想要的,也因此鼠虎人最终功成名就,成为有钱人。 无论面对什么,既然走到了这一步,就坚持下去,给自己一些肯定,你比想象中坚强。 你选择了神模样的道路,就会拥有神模样的人生。 人生不是游戏,我们莫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机会。 既然选择了,就要咬牙坚持走下去。 不缅怀无法回头的过去,让生活更快乐用心去爱,真诚去教,不求深刻,只求简单。 正所谓年少,受福不是福,老来受福才是福。 有些人少年失忆,有些早早地发了财,可有些人的好运都是在后半生。 这些生肖女,就是她们先苦后甜,贫贱荣华,都在后半生。 属猴女,属猴的女人从小就很漂亮,她们有助非常出众的外表,因此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追求她们。 而属猴的女人则特别随和,所以有很多朋友。 而且,她们十分聪明,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保养和锻炼身体。 因此到了老年,不愁吃穿,无病无灾,享受住子女给的福气,可以说是十分幸福的了。 属猪女,生肖属猪的女人,低调不爱表现,是有福气但低调典雅的女人,她们讲究自然美,活得自然潇洒,随和自在,很少见她们穿金带银,刻意表现自己,也从来不和别人争其斗艳。 然而就是这样的她们,一来有志气,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,二来有贵气,容易嫁入豪门,这都隐藏在属猪女低调的外表下,哪怕穷了半辈子,最终是老来富婆。 属狗女,生肖狗的女人身材身材非常好,她们觉得真正的美是内心也要美,她们无论是走在哪里都能成为焦点。 和她们在一起,工作生活会觉得很轻松,因为她们很会替别人着想,她们属于那种耐看型,越看越好看,她们很有领导风范,平时出去的时候都喜欢听取她们的意见,她们其实也很旺夫的,很能增加丈夫的财运,能娶到这样的一个女人是很多男人的梦想。 属蛇女,属蛇的女人身性高贵优雅,很有气质,给人的感觉是大家闺秀。 不过,她们结婚后很舍得吃苦,和结婚前的她们完全是两个样子,有了孩子后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,整天围住孩子转,十分辛劳,同时还得把家里打理好,让人很心疼,不过这段日子很快就会过去的。 她们的孩子住定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,带着父母一同过上富贵的生活,属蛇女的下半辈子一定风光无限。 属羊女,属羊女柔情如水,她们普通属于先苦后甜命。 在年老的时分,属羊的女生安逸较多,根本没有安逸,能够说是引进人是灾难。 不外到了中年,属羊的密斯否及泰来,不管家运仍是任务都否及泰来,财气气魄如虹,到了老年更是诸事顺遂,必定能安享暮年,更具有令人羡慕的后大夫。 属虎女,属虎人年轻运势起伏不定,困难波折不断出现,导致吃苦较多。 属虎女,一年轻时不经于专,再加上单纯容易相信他人,被人骗几率高,总是与机会擦肩而过,并且凡事需要靠自己。 但属虎女属于先苦后甜命,他拥有强于他人的毅力。 属虎人在生活态度,人生观和人生道路上,态度积极,不屈不挠,不轻易低头,最终取得成功,富贵有余。 属虎人自有天宫堂,中年后最旺的生肖,第四名,生肖牛,生肖牛的人,憨厚老实,没什么坏心眼,更不会去想注算济水,不喜欢去逞能出风头,通常不太会有人能注意到他们,因为太过老实,所以容易被人欺负,甚至是被人利用,他总是用最纯真的的内心去念对每一个人,所以大家一眼就能看到他的致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